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功能 把它切换到下一个功能 就往下摇杆往下一下 那这个功能是温度和湿度 讲错了,温度跟压力 压力我们一样接在A6的地方 然后温度用这个 这是一个DS18B20的温度计 把这个接到哪里呢 上面写D13 所以我就给它接到D13 接上去 接上去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按钮按下去 那这样子就可以测到 目前测到两组温度 两组温度是因为我这边 其实就是直接就接了两组温度计 那这是DS18B20的一个特点 它是可以并联的 所以我是两组温度计并联在同一个板子上 那它只要用一只脚就可以 那我里面那一件写了四组温度 所以如果有接到四个温度计的话 这边就一排T1 T2 T3 T4都会有温度 那接下来这边就是一样是压力计 压力计 所以我们大概测试一下好了 所以例如说我把这个温度计的头抓一下 就可以看到算是T2 T2温度就在上升 那你看它的温度上升就知道说它多久时间会取样一次 那取样率可以从这边去调 那如果我把它转到最历时针转到底 它取样的频率就会比较高 然后如果顺时针转它的取样率就会降低 大概是这样子的功能 就是如果可以调取样率的话 就会从这个红色的这个钮去调 那例如说你要测量压力 压力在这个地方 那我现在用一个针筒拉到30的地方 然后呢把它接上去 接上去之后我如果往里面推加压 它的压力就上升 那如果减少负压压力就下降 所以这样子可以测量到压力的数值 那以上这个就是第二个功能 可以测量空气的压力 还有一些温度